好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了 大家晚上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讲座 今天的讲座是北美中文作家协会 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和我们皇后区图书馆新移民服务部 联合举办的极光文学系列讲座 今天是第二讲 由纽约桃花主讲传记文学背后的人生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陈希 因为名是Kathy 我是皇后区图书馆新移民服务部的总监 那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现在已经有20个分馆 开放有限的服务 就是提供取书和缓书的服务 而且我们的Jameka总馆和法拉圣图书馆 会于周一11月16号会开放 如果您有兴趣查找其他的网上节目 或者想申请电子卡 来借阅电子书等等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我们的网站是queenslibrary.org 那在我介绍我们今天的主持人南希之前呢 先和各位交代一些注意事项 请大家在讲座正式开始后 请关闭摄像头和麦克风 以免影响流量和避免背景杂音 那现在我是把大家都静音的 希望大家不要一人多机上线 这样呢会制造杂音影响讲座 在讲座过程中呢 你们听众可以在聊天室 打字提出您的问题 我们最后会有提问环节 那么言归正传 下面就有请我们这次讲座的主持人 纽约小说家南希 她曾经多次获得文学奖 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 《鹅梅月》和《足坚旋传》 她也是我们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的学术理事 那就有请南希 谢谢 谢谢陈希 各位会员 各位朋友 大家晚上好 可以听到我声音吗 可以 OK 今天隆重推出的是极光系列第二道极光 纽约桃花的传记文学背后的人生 这个极光系列文学讲座 是由顾月华老师策划的 由北美中文作家协会 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 和皇后区图书馆 西移民服务部联合举办的 工作团队由陈希 纽约桃花 顾月华老师和我组成 现在我介绍一下今天的主讲人 纽约桃花 原名胡桃 祖籍上海 出生于北京 她80年耐末 到纽约求学 取得电视广播制作系硕士学位 胡桃 曾就职于中央电视台 教育部 美国CBS电视台 以及美国 MTV音乐电视台 曾担任翻译和节目制作人 创立国内首个音乐节目 天籁村 胡桃县为美国Sara Lawrence College 中文老师 以及龙出版社出版人 她的长篇传记 《上海浮生若梦》 曾获台湾2018年 华文著述家作奖 并获2020年 华文著述新闻写作评论奖 首奖 胡桃县为北美中文作家协会 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 海外华文作家笔会 以及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会员 今天她的主题是 传句文学的写作 现在有请纽约桃花 桃花被禁音了 陈希 OK 好的 首先谢谢陈希 听到了吗 听到了 首先谢谢陈希和那个 Nancy两位的 这么多的艺美之词 我现在首先第一个呢 就要感谢一下 极光文学系列的组织者和策划者 顾月华大姐 她邀请我来进行这个讲座 第二呢 我要感谢一下 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 还有北美中文作家协会 王后图书馆 新移民服务部的陈希 组织了这场网上的这个讲座 其实今天我来这个讲座呢 感觉非常诚慌诚恐 因为你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这两个协会的这个作家 都是大作家 而且作品都非常惊人 包括就是 你看像我们顾月华大姐 也是非常厉害 写了这么多漂亮的文章 我都每一篇都在看 所以我觉得能够今天来讲呢 是对我来讲 我跟他们相比呢 是微不足道 所以我真的是觉得很诚慌诚恐 顾月华大姐呢 鼓励我说呢 那你可以从你这一次获奖 就是海外的住宿奖这个来谈 其实我觉得这也没有什么可谈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女作家协会的 就是喜丽啊 林兰啊 她们都获得过这个奖 而且她们都是非常优秀的女作家 所以跟她们相比呢 我觉得我也是后人 也没法说什么 不过呢 我今天为什么来呢 是因为我觉得 我写的这几篇文章里边的 这个几个主人公 是我非常尊敬的人 她们都是 就是除了王雨姐之外啊 她们剩下四个人呢 都已经不在我们这个人世了 但是她们在当时的这个时代 和历史之中呢 都是非常就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不管是她们的从人品 和她们的人生经历 尤其她们的文学上的造诣 书画上的造诣 还有她们的作品 都是属于时代中不可多得的就是作品 那对于我们今天的人来讲呢 她们的这些人生也好 精神也好 文章也好 都有新的启迪 所以呢 我今天就冒昧到这里来讲座 不是来讲我自己 是来讲我这个传记文学的这几个优秀的人物 其实呢 在讲之前呢 我原来这个题目是传记文学人生之背后的人生 后来今天呢 我在一边就是在整理这些书籍稿子 在想我怎么样去讲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词就跳到我的脑子里 叫做Time Capsule时光浇囊 所以我就在一会儿我会放PPT的时候呢 就改成了今天呢 就是一个就是揭开这个人生的一个时代 就是Time Capsule 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个呢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意义 大家我不知道 大家知道不知道Time Capsule 我记得我早年看美国电影的时候 尤其看那个Back to Future 他们就会经常提到 美国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之中呢 他们的家长或者他们自己 都会把他们在成长经历之中的一些 就是特殊的东西放在一个包里 他们就会埋在自己的树下 或者埋在家里的后院里头 这个里边呢有可能他们童年时代的青梅竹马 有童年时代的好朋友的照片啊 他们在当时认为最珍惜的东西 那么也有高中生或把他的 就是在成长青少年过程中呢都放进去 那么这些这个他们所以叫这个叫Time Capsule 把这个东西放进去以后呢 在过了很多年他们长大成人了 恋爱结婚有了孩子 有一天他们会突然想起我曾经有一个Time Capsule 所以他们就会跑到院子里去把他这个 就是Dip出来 拿出来的目的是他们就会一下子 因为当时他们有童年的各种记忆 还有各种书画照片玩具 他们就一下子能瞬间之内就回到了童年的时光隧道 也回到了青少年成长期 所以呢这个就是叫做Time Capsule 我觉得呢对我们作家来说起码我是这么认为 当我们去写这些文字写这些文章的时候 不是说因为我们要去写来弘扬我们自己 而是我们要去写的对象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给他们做他们属于他们的Time Capsule 时光胶囊 你想想如果用我们今天的文字和文章来写这些人的时候 有一天我们都会不存在 我们的这个城归城Dust to Dust 就是泥土泥归泥 我们的肉体都会消亡 但是这个时光的胶囊会一颗一颗在人生的道路上 在历史的流长河中都会一颗颗的闪光都会存在在那边 既然是这样的话那可能有一天我们全部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可能我希望会后人他有一天会读到这个文章 他可能对这个写文章的人是谁他根本已经不在乎了 但是他会说哇这个时代还有这样的一个人物 他还有这样的作品 他还有这样的东西 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清楚 所以当他们看到这些东西他们就觉得好像又回到了民国也好 某个时代也好 他们就能感受到当时整个时代的洪流和历史的大背景 给他们的人生造成的一个强烈的冲击 他们通过你的文字能够感受到当时的气息 甚至空气中飘扬的一种感觉吧 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作家来说 给别人建造时光胶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那如果有一天他们通过我的文字或者是文章 能够知道 哎呀曾经这个人他是这样的 我并不了解 我觉得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所以呢 我觉得就是我就把擅自把我这个讲座的题目换成了 就是说揭开这个人生 传记文学背后人生的一个时光胶囊 其实呢 说到时光胶囊呢 我觉得是一个再优秀的人 假设他可能做了很多漂亮的时光胶囊 埋在树底下 埋在历史 大历史的滚滚洪流的尘埃之中 但是如果没有人去发现 没有人去打开 没有人去看到 就像我说那个电影之中 小孩子可能就是埋起来了 但是他长大成人以后 他忘记了 他根本就没有打开 所以他也无缘回到曾经的时代 那今天的话就是说再优秀的一个人 如果你没有法打开这个胶囊的话 你也看不到他的人生的璀璨 那今天我就觉得我是一个人生胶囊的探寻者 也是一个人寻胶囊的打开者 我试图通过我打开的他们的人生胶囊 我看到的对我的感动和对我的这个情感上的触动 我来写下来 我来做一个第二个备份 就像我们电脑有很多备份 做一个第二个备份 再给他们做一个文字的时光教囊 那也许就是说 这又涉及到为什么就像我的这几篇稿子 都是发在台湾传记文学上 在此我也借这个机会 非常感谢台湾传记文学 一直以来对我的提携 因为就是台湾在这个传记的这个整理和这个 就是叫什么保存上面非常的厉害 也就是像我祖父他们曾经写的文章 只要发表过的文章 台湾的这个图书馆都能够找寻到他们的踪迹 那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中国大陆的 因为49年之后的整个时代的阶段 很多东西就是在过去 除了你可以上孔子古籍书网这些找到一些 但大部分都淹没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 就是我在传记文学上发的这个文章 能够给时代未来的我们留一个备份 给我们的后代留一个备份 当他们有一天去看的时候 就像我今天看 哎呀我的祖父我的曾祖父曾经是这样的人 我一点都不知道的时候 他们会去看到曾经的作家 或曾经他们写的东西的时候 他们也会非常的感动 这个就是我愿意就是投稿给传记文学的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说 政治和历史的原因 因为我觉得台湾他们在历史上和在政治上 他们都非常严谨 他们不会因为政治的变动而不去记载这个历史 这也是我对他们这个 他们国家图书馆非常respect的原因 因为我从他们之中找到了我家人的很多东西 所以在此也表示一下感谢 下面呢我就不再多啰嗦了 就进入这个整个这个主题 我现在放一下 因为里面有很多的 现在大家看到我sharing这个东西了吗 看到了 好的 所以我今天呢 就是今天的一个灵机一动 我就说打开历史的这个时光胶囊 因为如果我们今天的挖掘 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个去探寻 能够重新给他们备份 这就是我觉得 这也是我今天愿意来讲的这个原因 通过我这五篇文章的四个人物 他们非常曲折的这个人生经历 以及他们在当时这个历史人生中 他们在这个历史节点之中 他们所做的给当时的社会 所做的贡献 然后通过他们的自己的作品 到今天还给我们后一代一所启迪 那我就觉得 就这几个人就非常值得去来说来写 我今天讲了几个题目呢 就是第一个就是讲传记人生 这个人物的人生与撰写者的感情关系 我一会讲的时候 你们大家就明白为什么 第二个就是说我的那一篇文章 我曾祖父胡施宇 第二篇文章就是我的爷爷胡舒逸 第三篇一共两篇文章 第三篇第四篇 是我要讲一下康同碧 要从跟我一个失联的闺蜜 她的故事讲起 为什么要写康同碧 因为康同碧跟我又没有什么关系 那么第四个就是讲一下作家王瑜 王瑜姐她也在这 所以呢我一会再来进行一下讲 其实传记文学这个感情关系呢 不好意思 这个感情关系呢 我想谈一下 每一个人去写东西的时候 他尤其在写这个非虚构 这个传记这个人物的时候 除了他被写这个非虚构和传记 有非常大的interest和这个兴趣之外 他肯定我觉得这从我的角度来说 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情感关系 你看我说的不是感情关系 是情感关系 就是一定要有一种触动 一种感情感性和这种感触去写 为什么呢 我觉得就像我们所有写的这个 就要问自己你为什么要写 你到底要写谁 对我来讲 这个问题是一个 就像比如说 我跟大家直白的说吧 我父亲去世的早 他59岁就去世了 那大家是知道的 我们跟父母成长的过程中 我们要有 比如说从孩子的时候 什么都不懂事 到上幼儿园小学中学 那个18年都是在学校 我们所关心的都是我们周围的朋友 同学 老师 学校 这个幼儿园 这些所有的关系 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父母 除了觉得我们对他有一个依靠 他们来养活我们之外 我们就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感情 当然我们爱他们了 就没有一个特别深入的一个情感关系 那么等到我们终于长大了 上了大学 大学毕业又忙于工作 工作单位的人事纠纷 所以我们一直就是说 跟父母就是觉得是一种 他们就在那 我们任何时候他们都存在 就就不用去想了 那只有在我们成长到人到中年 甚至我们自己有孩子 在忙孩子的时候也顾不得想这些 等孩子终于长大了一点 然后你坐下来 可以想一想你关于你的人生的时候 你突然就想跟你的父母 有一个思想和精神的交流 我觉得起码对我是这样子的 那在这个时候的时候 就像我的孩子长大了 我坐下来开始提笔去写我自己的 或者想写很多我想写的东西的时候呢 我就突然想我要跟我的父亲和母亲 有一个深度的交流 我这个时候才想知道 他们思想和精神之中 想的是什么 他们为什么是今天的这个人 而他们就是今天和我之间的一个关系 是什么样的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呢 你就忽然发现 你的父母就像对我来说 我就忽然发现我的父亲已经不在了 那这个时候 其实我每一天 我经常想 我的父亲 我当然我知道他是谁 我小时候长大也见过他 也跟他在一起 很多时候他对我也很爱 或者怎么样 可是我不知道他想什么 我想知道他思想是什么 他的精神是什么 我虽然也听我妈讲说 他是怎么样怎么样的一个故事 经历了反右 经历了文革 经历了这些那些 但是他不是第一人称 我是从第三者 third person之中了解我父亲 所以我觉得还是一种 极大的不满意 我想知道 就是他为什么要做这些事 他为什么 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就是他是怎样的一个人 他的经历 他的个性 他的思想 我特别的希望 就在此刻 他能坐下来跟我讲说 Sonia 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的感情 我的思想 我的理念 是到底 我现在终于可以 毫无拘束的跟你讲了 可是对不起 我没有这个机会 所以因为这样的话 就在这个时候 我突然就想 我要了解 他来自的家族是什么 当然我母亲 也跟我讲很多 可是他讲的是 第三者的声音 他不能够代表 我父亲 如果直接对我讲的 这种感情关系 或者这种 他的思想和精神 那我就开始说 我想有一个直接的探索 去探索他的家族 通过了解他的家族 我要知道 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所以对我来说 写这个传记人物 就有一个直接的情感关系 通过因为我父亲的关系 我想了解到他的家族 想了解他们 因为我父亲 他今天到现在 说句实话 他没有 他翻译过很多书 可是这些翻译的书 像我母亲 他们翻译的书 你打开 都是比如说 翻译罗曼 罗兰啊 翻译这些根啊 翻译这些东西 都是别人写的 他们只是做一个 优秀的翻译者而已 虽然他们也很有大名 出了很多的书 可是没有一个 一本书是写他们自己的 所以我觉得 我还是不了解他们 从某一个角度来说 那我只有 就是说 像我今天提到的 因为我父亲 没有直接给我留下一个 这个time capsule 这个时光胶囊 那我必须要从他的祖先 从上面去dick 才能够知道他是谁 为什么要他成为他今天 所以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直接的 一个情感的关系 那我又再说到 我的下一篇文章 在这个 大家很多人知道 我写了一本书 叫做 刚才Nancy也介绍 叫传记文学 浮生上海 这是我第一本书 也是我第一次写 那花了很长的时间 我觉得呢 就是后来 我进行这个讲座的时候 很多人会说 你为什么要写这本书 怎么怎么样 但是我想告诉你的 一件事情 别都不说 这些曾经已经讲过 太多次了 有一件就是说 当我把这本书写完 经过这么漫长的时间 调查研究 去写完的时候 我记得我母亲 就认真的把这个书 就看完了 看完以后 她就跟我说 她说 从你这本书里 我突然了解了 我母亲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我以前 不管我母亲 跟我的姥姥之间的关系 是好与不好 肯定是很多的 你如果看过这个书 就知道很多的悲剧 那她对她的母亲 有一个强烈的不满 或者甚至愤恨 甚至一个 这些愤恨 这些感情关系 阻止了她 站在我姥姥的角度上 了解她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但是当我去一个非常以第三者的角度 虽然我对我妈妈和对我姥姥都有强烈的感情 可是我去写他们的时候 我更希望 也许是我在美国念的是 就是journalism 就是她要你学会去写东西的时候 把你个人的感情放下来 用白描的手段来描述当时的人的真实的情况 这样才够是口述历史 这样才是传记文学 这跟我们中国的想的都不一样 我看过中国大量的传记文学 他们都会很描写的很漂亮 很伟大 很东西来 尤其讲述文人 当然我写的家 我的家人没有任何名气 尤其我姥姥和我母亲 但是通过她看完这本书 她说我通过看完这本书 我了解到我的母亲 我知道她为什么做那些事 对我这么不好 我原谅她 我理解了她 所以我原谅她 所以我听了以后就非常感动 这本书治愈了我母亲和她 她母亲就是我姥姥之间的感情情节 那对我来说这一本书 它就是一本疗愈的书 它不是一个普通的家书 或者一本我自己写的 关于我母亲 关于我姥姥的一本书 而是她的一种能够给我母亲 因为在对我来说 现在对我感情就是说 放弃我的先生 我的孩子 不说 那对我来讲 我母亲非常重要 能够让她的精神和思想 有一个疗愈 让她感觉到 她终于能够放下来 不再愤恨 不再生气 我觉得这本书的目的 就全达到了 下面呢 就是我今天呢 就是要讲的 我在传记文学上呢 有五篇文章 这个因为这五篇文章 我获奖 那么是因为他们看了 这个五篇文章 全部看完了以后 觉得 所以我今天这五篇文章要讲 第一个讲的就是 我的曾祖父 就是胡诗宇 你看这个 这个我红字写的胡诗宇 这是曾祖父 他是现在被号称为 江南朔儒 江南三大儒之一 那天呢 我在讲座之前呢 就是子英姐提醒我说 你要做一个家谱 这样的话 别人看得清楚 那你看左手这一边 就是我做了一个 我们家的一个 简略的家谱 最上面 你看绿色这个字 就是我写的 我的曾祖父 胡诗宇 他的太太叫 我也发觉了 叫那个曹贵 曹夫人 就是胡夫人 胡诗宇你看 那就是他呢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呢 其实我为什么写胡诗宇呢 我首先要说一个 在我在中国长大成长的过程中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胡诗宇这个人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那后来到了美国以后 在一个就是偶然的情况 什么情况呢 当时我就是2010年的时候 不知道卢宾在不在 我又每次我就要提到卢宾 他呢 就是在2010年的时候呢 就是我那时候在新浪开始写一些 就是写过很多文章 那如斌有一次看到了 就叫姓陈陈如斌 他现在在侨报工作 那今天我也邀请他 我刚才也看到他来了 所以我也很感激 他呢就是说 哎呀你为什么不到 我们有一个叫中文网来写作 所以呢被他一说呢 我就去了中文网 就开始了我写的第一篇文章 那就在这个中文网 后来我才知道 那这个中文网上 我的叔叔 你看我的叔叔在 我的这个曾祖父胡诗宇 下面就是我的爷爷胡书义 就这个彩色照片的人 再下面他有五个孩子 第一个大儿子胡思旅 就是我的父亲在右手边 我的母亲谢荣经 那你看在他下面 还有一个叫胡思生的人 这个胡思生的人是 胡思生 很多年纪大的人都会知道他是谁 他是曾经是大名鼎鼎的 人民日报记者 写过很多轰动一时的传记文学 他写过修瑞娟 修瑞娟的这个理论 写过侯德建 写过成林 写过这个很多 中国的这个老人 就是这个老前辈 所以他呢就是说 他就在这个中文网上 他的就是笔名叫做 这个冷面书生 在已经写 他是被推荐的博主 那后来我也成了被推荐博主 时候呢 这个时候中文网就发现 我们家有三个人在上面 我还有我姐姐 我姐姐叫老龙树 如果大家看过我写过 我姐姐那篇老龙树的文章 知道他已经去世了 那当他们发现 哎呀 这一家有三个人都在这个中文网上 他们就决定做一个电视采访 那就在这电视采访 是在我叔叔 胡思生的家里进行的 那就是在那天 电视采访的时候 我震惊的发现 我有一个曾祖父 叫做胡时宇 而且我的叔叔胡思生 他还有我的曾祖父 就像你看到这张照片 当时网上找不到他的照片 我就用手机拍了一下 你看左上角还有一个缺角 当时他的这个照片 就是在相册里有一个缺角 我就拍下来 然后当时我就 你知道那个震动 给我的是什么震动啊 就是说 你就突然晴天霹雳 听到说 你有一个曾祖父 曾经很有名 不是说名是怎么重要 对我来讲 That doesn't matter Matter的是 我曾经有一个曾祖父 还是江南大儒 可是我对他却一无所知 所以我就当时特别的激动 然后呢 我就从那一天回家了以后 就开始研究 这个胡思宇是谁 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听到过 通过我就是草草的研究 在上网上去查的时候呢 我就写了一篇 非常浅显的一个文章 就是回忆我的 就是纪念我的曾祖父 胡思宇 没想到这篇文章呢 就在美国中文章写出来以后呢 突然我就收到了邮件 这个邮件呢 就是在胡思宇 他在 我祖父是从昆山来的 是昆山 他胡思宇当时呢 有一个就是叫纪念馆 就是我胡思宇 就是我的曾祖父 他住的地方 在昆山的这个老家 那么他就跟我联系 是说呢 哎呀 我看到你原来是胡思宇的孙 就是曾孙女 我现在就 他就发了很多 在昆山的照片 我曾祖父的这个旧居的照片 哎呀 我看了以后 眼泪都下来了 我就觉得 就是像看到了你的老 就是你家里的人 你却不知道的这个照片 而且我这么喜欢 老古董 老照片 我是一个人 都叫我说老灵魂的一个人 Old Soul 所以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我就是 才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有这么 这么一个伟大的一个曾祖父 我居然不知道 所以呢 我看到这些照片呢 我就决定有一天 我要去他的这个故乡去看一看 我要第一手资料 能够看到他生活的地方 那你看我的曾祖父 这个胡思宇 他上面呢 就是后来我又发现 就又开始查 才发现 他是这个宋代著名经学家 胡安国的后代 那所以我当时 胡安国也不知道谁 赶紧再去查 又来 才知道我们家族 是宋代就来的 那从我的这个曾祖父 这个他的父亲 胡忠祥开始 就到了昆山 他们都是大家 那后来我曾祖父 就是这个他的父亲 胡忠祥的时代呢 就是太平天国发生了 太平天国呢 我就看到一些 他们还留一些的家书 就是我现在能找到的 说太平关 我才知道 原来我们认为 太平天国革命啊 什么什么之类 推翻清政府啊 才看到 其实非常的残忍 就是我看到他们写 把婴儿给举起来摔死 就这些都是 我家人的记录 我看了以后觉得 哇 是这样子的一个故事 因为太平天国 所以胡忠祥呢 家境就全部 就是被 天平天国的房子也拿去了 财产全部拿去 有点像我们想起 我们曾经经经历过的某时代 那他的家就 什么钱都没有 就破落了 等到我的曾祖父 胡诗宇出生的时候 那家道已经很败落 就是没有什么钱了 所以呢 他呢 但是呢 就是这个 也许可能是因为 胡安国 这个 我一直相信DNA 就是当你身上流淌着 某些人的DNA的时候 有一天这个DNA 就会提醒你 你是谁 你就会去做 这个跟DNA相符的事情 就像你看我 我这么多年 我2010年 我都多大了 都已经40多岁 40岁末了 去开始去 去来写 开始写这些东西 当然我从一开始写 我就觉得 就是非常轻松去写 因为我从小 从7岁的时候 对我来讲 我就梦想着 有一天长大 人家都说 你长大做什么 工人农民解放军 我的梦想是什么 我记得非常清楚 作家 大家哄堂大叫 说你叫作家 作家 作家能干什么 作家 然后我记得 我们老师就说 二年级 老师就说 你想什么样作家 正好我们在读 那个谢冰心的 有个小橘灯 我忘了是几年级 我说 他说 那个 你是不是要做冰心的 就是谢冰心这样的作家 当然就 我觉得 其实现在回想 就是我特别傻 就是拿我开玩笑吧 其实 然后我居然说什么 我肯定要超越谢冰心 我现在就想 神经病 怎么会说出这种鬼话呢 现在我在看 我才知道 就是当你血液中流出 流淌着一些 你先祖的DNA的时候 有一天 他就不断在你血液中提醒你 我不知道是为什么 像我们也做过很多测验 当你去领养一个孩子的时候 我们虽然也很爱他 也就像看美国家庭 领养了这么多东方的孩子 但是他有一点 永远不能够replace 代替的就是这个人身上的DNA 他的这个 所以我就觉得 到今天后来 等到我40多岁去写的时候 就在中文房 很多人就是给我 我有很多的这个朋友 就在那个时候 文学的朋友 就在那时候认识 他们说 哎呀 你虽然是新手 但是你出手 非常大气 你写的这个感觉 根本就不像新手 你肯定以前 当然了 我在美国工作 就是说 从中国来了以后 上了大学工作 在这么多电视台 干什么呢 就是写剧本 所以呢 你也不能够说 我没有去写 我一直在写剧本 但是不是给我写 就像我父母翻译书 是给他人做嫁衣 这么多年是给别人写 那整到我 2010年 我决定给自己写的时候 那就是完全打开了一个新天地 所以我就觉得 通过我写这个胡诗语 得到了这个昆山的人 跟我的联系 让我看到这些照片 所以我再往下 顺着就是顺着这个胡诗语 就来讲 这就是我当时在这个 传记文学上写的这个 江南大儒胡诗语 这一篇的文章 这一篇文章 当然了 我在网上探寻了 搜索了很多的他的资料 甚至呢 只要打进胡诗语的名字 出来任何东西 我都记录下来 然后我也听到我们家人 就是我还有一个 我给你看那个家谱之中呢 除了我的书是胡思生 你还看到一个这个男的 我没有找到 就是因为急忙做这个照片 我以后会好好做一个家谱 你看到这个胡思生 边上胡思义是我的小书 他给我讲了很多 那在你再往上看 胡诗语有几个儿子 有活下来的儿子 有这么 有四个儿子 有个早死了 那现在最有名的就是 这个我爷爷胡书义 还有一个叫胡昌志 你看左边 这个黑白的是胡昌志 他其实在他去世之前 写过一些关于 我爷爷胡诗语的文章 我看了他的很 就是大概就一篇 我参照了一下他的文章 然后我也他在他去世前 他有一个手稿 通过我的一个小小姑 胡思 就是这个胡思翠发给我 所以我得以了解胡昌志的 一些真实的想法 那是那那今天就不说了 因为今天讲的是 这五篇传记文学 所以从他们的这个 这个我之所以要谈到他们 是他们给了我很多的素材 或者是他们哪怕说一个字 我就在这一个字上去挖掘 也找到了很多其他人 写我曾祖父的故事 那我后来要讲 有一个最有名的人叫 郑一梅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写了这么多 关于我曾祖父的这个文章 我知道他以后 就找他所有文章都看了 所以我特别感激他 你现在看呢 我胡思雨呢 现在被你上网一打胡思雨 就是说江南三大陆 江南三大陆这个名号 是谁给他起呢 就是叫做国学大师金松森 金松森这个国学大师 今天呢 我们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但是你去上网 百度也好 Google也好 那个就是 那个你都会找到 他会说他是民国是著名的国学大师 教育家文学家 他就曾经说过 你看他曾金松森曾有言 并武士父文学资性 足推崇者 大江以南得三人烟 日武进前明山 昆山湖石雨 金山高万吹 江南三大陆的教法才传开 所以那我就要去研究一下 他是谁 那后来我当然就知道了 他这个 就是到今天为止 一说到他的名字 他现在留下过几本书 很多都是在经过文革以后 都失传了 但是呢 在台湾 在一些别的地方呢 还会有一些他的文章 能够看到 他就是这么有名的一个人啊 他 我现在知道 他跟我的曾祖父 是这个 是感情非常好吧 就是这么多年 他现在就是 我想说一个插曲 就是金松森是1947年去世的 他去世 他怎么去世呢 这个也觉得 我觉得特别的奇特 他去世的时候 当时呢 我不知道大家 就是那个时候 国民党政府呢 国共这个 内战吧 那个时候美国大兵 在北平的时候 强奸了一个北平的 一个女孩 叫做沈从 沈从案件 这个在历史上 是很有名的一个案件 那这个金松森 他就是在 这个事情激发了很多人 就是反美的浪潮 就全国就爆发了 这个游行示威 那金松森 他就看到这事 他就很生气 很激动 他也去参加游行示威 他就甚至冲到了 这个有关部门的 这个地方说 你要给我们这个女孩 要怎么怎么样沈从 就是那天他出去 去帮沈从游行 去给他 名不平的时候 他得了感冒 重感冒 然后就马上进入了肺 就去世了 就很快 就是两个月以后 就去世了 那为什么我说沈从呢 因为沈从 后来他沈从 这个改了名 换了姓宋美龄 当时还要把他送到 不同的地方去上学 但是他名字已经 名声坏了 所以他就是 把名字就改了名字 后来在中国北京 参加了工作 然后呢 他的这个 嫁了一个非常非常 有名的画家先生 他工作的以后呢 就认识了我父亲 你说这个世界上的 这个就是当 就是我们总说 冥冥之中认识了我父亲 然后他跟我父亲 成了很好的同事和朋友 所以就是说 我当我看到 沈从游死的时候 是因为因为沈从而死 我就忽然想到 哎呀 我父亲跟这个沈从的 这个这个他们的友情 所以我就会觉得 这个世界的很多东西 就像我们今天在座 我上次就说过 当然我再次再说 我们有时候 就像我说顾大姐 可能我们在这一生才认识 但是你怎么能保不住 我跟顾大姐 在三十之前 在曾经我们之间 就是我们没有相交过呢 我绝对不相信 我和他只是今天认识 因为就像我每一次讲 就是讲到我祖父 讲到他都说 哎呀我知道 这张三啊 李四啊 王五啊 赵六啊 登登登登登 他会他讲的比我 一会他会讲 他讲的比我还充分 所以就是我觉得 哇 这绝对不是一个 就是人生 就是我们觉得 茫茫人生大海之中 不是说谁跟你就是擦肩 很多人擦肩就擦肩了 再也没有见到啊 但是有的人跟你擦肩了以后 你突然发现 你跟他有过很深的交集 我这边呢 就是说金松森 也说到他这个柳亚子 我后来再说柳亚子 这就是我的曾祖父胡石宇 他这个胡石宇这张照片 其实我现在网上看 大部分人的照片 全是翻 就是我翻拍了 我的叔叔胡思生的照片 那么他们 我放在网上写了文章以后 他们就翻拍了这张照片 所以到处都是 就是一说到胡石宇 全是这张照片 我一看上面缺了个角 就知道是我拍的 所以呢就是 胡石宇呢 他的一生 写了大概五六十本书 他最有名 你说如果我的 就是曾祖父他还活着 他肯定说 你别说我写的书 说什么呢 说我教的学生 他是 就是从 他自己吧 就是他的这个父亲 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没有让他去 因为他父亲从小呢 家境派落去做学徒 所以呢 就是没有读书 那他就是 他们家呢 你想想师叔家 他没有读书 他有了这个儿子 胡石宇的时候 他就再穷再苦 他也要把他送到私塾 去上学 那胡石宇从小 就是在私塾里长大 四十五经啊 这个唐诗词啊 都非常的好啊 那所以就是我觉得 他的父亲 做了一件最好的事 就把他送去上学 那对他 他们家教非常 因为从贫穷 就是以前再有钱 没有没有关系 那么后来贫穷了以后 他们就都 就是做人 就是非常 我们这个胡家的做人 要求做人的这个 这个品德都非常有要求 所以这个胡石宇呢 他就一生中就是教学 他在这个任教苏州 他最早呢 是在他们的这个 这个昆山 当地的一个学校教 所以现在这个昆山教的学校 已经叫做石宇小学 是他创办的 现在还在 我没有去看过 我的堂妹去看过 说哎呀 非常非常宏大办的啊 那到处都是 你去昆山 这个彭朗镇 到处都是胡石宇的名字啊 这个那的 所以我曾祖父最引以为自豪的 就是他一生教学 教出了非常一大串有名的 像历史学家顾吉刚啊 像掌顾大王正义梅啊 还有很多很多 还有这个 他的学生 于天隋啊 于天隋现在是中国 到现在他去世了 最有名的民国书法家 都是民国有名的作家 书法家都是我这个曾祖父的学生 所以他最引以为自豪的是 他这些学生 还有一个 他最引以为自豪的是 他画梅 什么梅呢 是画墨梅 这个就是彭朗镇 这是2013年 他后来我去了以后呢 觉得这个镇子太破落了 就是已经年久失修的 就到处是垃圾 整个那个感觉特别的震惊 你都相信不了 在这么一个破破烂烂的一个镇上 居然出曾经出了这么一个大儒 这个你看 这个就是当时他的这个工作人员 给我发来的这些所有的图片在六边 你看他当时他的旧居都已经年久失修 上面爬满了这个老的就是枯萎的藤子 然后你看他的砖瓦全都是破了 后来我2013年去的时候 他这个故居正在开始要修的时候 所以呢 我还看 就是这些东西都是我看到的 觉得非常苍凉的这个地方 那他这个是故居 左边就是他原来的这个进去的时候 你看这个门还是保留着 他这个胡石宇故居 这有一个石牌坊 他后面写着胡石宇故居 不好意思 原为清末著名学者 教育家江南三大路 等等说了这一通 他现在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去昆山彭朗站 请这个浅静东路一号 这个地方很难找 我记得我去的时候呢 到处找 然后呢 问人问人 很多人 胡石宇 不知道 年轻的一代没有人再知道 就回到我的时光胶囊 如果现在没有人去写 更没有人知道了 所以后来才发现 他是在他们镇上革命委员会 这个 这个叫什么警察 这个派出所 后面 前面是革命委员会 派出所 工作的办公室 进去到最后院才是他的故居 其实他们的派出所啊 这个居委会啊 这些所有的这一片 都是我曾祖父他们的家 曾经他的这个家非常大 就是 但是呢 现在就给他搁在后院的 你看到就 当当当 从前院 二月最后一道院 小门过去 就是他最几间破房 这个呢 就是说 他当时就是画 这个是右边 是我终于在这个昆山文史 什么一本书上给我找到了一张照片 这个你看 这是他曾经住的像 透毛房一样的 这么一个 一个大家就住 但是他很 你看他边上的这个梅花 他一生就是爱梅花 他一生就是画梅花 画梅花写诗 他每一张 他的画梅花呢 有一个特点 第一 他画梅是要画墨梅 他永远不画彩色的 就是用那个 我们现在文人 就是拿墨笔画墨梅 然后他画墨梅 然后他的所有的那个墨梅呢 他又画大幅的 这一点我觉得有点像 我先生石村永远不肯画小的 要画就画大的 人家跟他讨小的墨梅 他就说 我要给你 我不在乎钱 我就要画大的 所以这么一个人 然后他画梅的时候 必在旁边提诗 这是他的这个特点 所以他的墨梅和诗 你看看就在过去 这么就是金松森 这么一个国学大师 非常欣赏他 我想念一下 就像他当时 你看我不用念了 就当时他写的这些东西 就是说 那个文笔啊 就是非常写的诗 然后金松森平 他的诗问说 尸骨轻而不染时席 尸骨轻而 说明他不仅是一个诗人 他还有一个正气 他的尸骨 他的骨头是硬的 为什么 那我就再往下讲 他曾经最有名的诗 就是写的是孙中山 那个写的是星海革命 然后写到秋风诗卷 他秋风诗卷 现在还流传下来 是秋风诗卷 被这个柳亚子誉为 这个跟杜甫齐名 你想象得出来吗 我都 我现在不是我吹牛啊 我也没什么可吹牛 这跟我也没有关系 只是我来讲他 杜甫在我心目中 是整个诗 写诗历史的一个大诗啊 那时候跟他写的这个 所以我就把它写到文章里去了 你看他的梅花就是墨眉 他只有印章是红的 你看他的墨眉 就是大幅 整个从上到下面 巨大幅 我怎么找到呢 是我在网上找到有人 就是这个亚昌网在拍卖 当然了 我去的时候 人家也拍卖走了 还有拍卖的人以后 他就放在新浪网上 被我发现 所以我也找到 他拿出来说 哎呀我拍卖到胡适宇的 什么什么墨眉 所以呢当然我什么都没说了 就是你看他的墨眉 画的非常苍近 就像我金松森有一个诗 就是有个骨气他的梅花 然后他的诗 后来顾大姐也跟我说 说哎呀我看了你曾祖父的墨眉啊 真漂亮 因为顾大姐本身也是画家 他也不是就是单纯的作家 所以他也知道 你看就是他这个画梅 他也喜欢画兰花 但是他今天流传下来的兰花和松 他画松树 画竹子 画兰花都没有流传下来 就在此刻 我告诉你 我突然明白 为什么我父亲跟我起名叫 我小时候的名字叫胡松 松树 松树的松 那么我很不喜欢 因为从小长大 都是被当男孩子 老师说 叫几个男孩子来办事 胡松 上来就叫他 所以我站起来 他说坐下坐下 哎呀大家就嘲笑我 所以我很难过 那后来我现在你知道 我叫胡桃 是我自己改的名字 但在我胡桃改之前 我自己曾经改的名字叫做 我很喜欢松树 从来就喜欢 我不应该为什么 所以我叫做 改我自己名叫胡松树 有一段时间 那后来我觉得胡松树 算了算了 后来叫胡桃 因为我最喜欢的是桃花 所以呢很多人说 然后后来就演了 有了笔名 纽约桃花 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所以他呢 我为什么我父亲给我起 他可能都不知道 也是DNA作用 他叫我胡松 可能是因为他的爷爷 就是画松树 画竹梅 但是他最有名的是画墨梅 流传下来拍卖很多钱的 也是墨梅 另外一个呢 我想说呢 他画梅画传 就是必须就是上面写诗 为什么呢 他是男设的诗人 也要跟 你看他的 他的这个学生 他的刘亚子 刘亚子当年是跟他关系非常好 经常一起复诗 刘亚子还给他 就是说 他因为什么呢 他当时刘亚子呢 就是有一个 他们古人是拿到一个题目之后呢 那时候也没有电话 也没有email 就是马上就叫人 就送到各个家 然后说 今天是关于梅花 我今天下了雪 看到雪中一枝梅 来大家每个人复诗吧 每个人哗就开始复诗 能画的就画 然后把这些东西再转给这个 就是比如刘亚子 兴起了就再传给 在仆人们在或者是在传给刘亚子 他看了以后就说 啊 点赞点评 或者说 就唱和嘛 大家在一起 有时候他们会聚在 江南的某个这个店 一起喝酒 一起唱和 一起唱诗 吟诗 当场叫吟诗 所以这个我曾祖父 就是吟诗非常厉害 他 你给他一个题目 他连夜就画好了 吟好诗 连夜就送回给刘亚子 所以刘亚子就是说 八叉七步是什么 就像我们曹植就是 赴诗 就是这个七步之内要赴诗 要不然他兄弟就要杀他 所以他就能够在几步 七步之内就画一张画来赴一个诗 所以就是说画的没差 所以他就给他写个外号 叫八叉七步 七步之中就能画 非常俊逸的没复诗 那是什么样的才华 对不起 我没有这个本事 这个就是他当年参加南社的时候的 这个我找到的这个照片 他是南社叫 现在被中国称为南社百位星海人物 第55位 然后因为从他这个 你看他的介绍人 他是当时44岁 1911年参加 然后他在这个介绍人高天梅 于英格 就叫他现在我们中国 叫他大师于天随 刘雅鲁 因为他们当时古代人 都不是一个名字了 就像我曾祖父 他的名字不是胡诗语 他叫胡运 然后他字介绍又字胡诗语 但是因为现在你上网查 如果写胡运 他出来很多他的东西 再打胡诗语又出来 因为现在人都搞糊涂了 因为就像上次那个苏北老师讲 说过去族人除了名 还有字还有名 那些东西 所以于天随是现在民国最有名的 这个书法家 他的书法是 现在今天拍卖一张书法 是简直是几十万上百万人 一笔都拿不到 因为他的经过文革以后 这些书法都很少了 那柳亚子我们大家都是谁了 跟毛泽东都能够写诗唱和的人 高天梅 高天梅的名气呢 现在没有于英格和柳亚子大 但是他是谁呢 他是南社的创始人 他创办了 他跟柳亚子创办了南社 然后这个于天随是谁呢 于天随是我曾祖父胡诗语的学生 他亲手教出来学生 所以现在你去查呢 于天随曾经写过很多的文章 在二三十年代 他是大家写过很多专于 就是为什么怎么样画 就是画画的一些文章 就是画写字 他就写了很多几十篇文章吧 他就在也提到了 我的曾祖父胡诗语 那么我下面再往下讲 这个就是柳亚子 你看柳亚子右边 毛泽东是 这个柳亚子是毛泽东的老师 所以他就是 这个左边就是 这个五十年代的柳亚子 所以呢 柳亚子是最喜欢 我曾祖父的梅花 因为这个柳亚子一写诗 给我曾祖父 我曾祖父就马上画梅送给他 所以就是说 你看他给这一幅 现在我在网上没有找到 据说他给柳亚子 挣的这个梅花呢 这有一幅 就是有这个提示的这一幅呢 现在还流传下来 肯定是被私人收藏了 所以我看不到了 你看他写的这个提示 这个我也就不用念了 所以这个是 他跟柳亚子的一个关系啊 那当所以他进入南社的时候 他的学生一天随 南社的创始人高天梅 还有柳亚子 一起做他的介绍人 这让我想起了 我参加这么多协会 可以介绍人 就是顾老师 我要说他了 当时我参加纽约女作协 就是华为你作协的是 顾老师来找我加入 所以我知道 这个你的介绍人 对一个人一生都不会忘了 很重要 那你看这个是我这个 右边的两本书 也是在我的书 是胡思生家 我看到的 我当时用手机拍下来的 一个就是他著名的秋风诗卷 星亥 你看星亥秋日时雨 他是星亥年 因为秋风诗卷 他写的非常有名 当时就在整个秋风诗卷 是在当时的报纸上 和这个杂志上都登出来了 很多人传送 他也写过一本书 叫梅花百诀 他画梅花的一百个绝招 就讲今天我们用最普通的话来说 所以这本书在我书上那儿 可惜呢 我就其实最近我一直想 我试一试看看 我又没有这个本事去画梅 说不定我也有DNA呢 那是另一回事了 别别献丑了 那我还定要求识于顾老师 让他教我几笔 所以那下面你再看啊 这是他的 我曾祖父的文字 就是他的当时古人写事都是抄录嘛 他们自己就是你看他抄下来的 这他的文字 所以我也看到这个秋风诗 秋风诗七律 六十六首赞赏孙中山 没代表的辛亥革命 所以他收入什么了 收入难舍 从客 然后还有那个诗搞 陈屈病 陈屈病也是民国著名的诗人 创办了就是 当时创办了这个杂志 所以著名历史学家 那个顾吉刚 也非常推崇秋风诗 为什么呢 就是在我的书爷 就是他 我这个曾祖父的其中的一个儿子 除了我的爷爷之外 还有一个儿子 我们上次讲座 我谈到过他是地下党跟潘 就是这个 那就不谈了 就是他 就是曾经说过 他的爷爷 就是他的父亲 写这个秋风诗 所以呢 他在文章里写到 就是顾吉刚 当时在去世之前呢 曾经呢 就跟他说 我的老师 就是石宇呢 有个秋风诗 你能不能把他的诗给我 我想准备写一系列文章来介绍他 因为他是一个这么这么有名 就是这么一个骨气 响当当的一个人 后来我这个书爷 就是我的这个 我等于我 我爷爷的弟弟 就把这个秋风诗的这个 寄给这个顾吉刚 那这个后来寄了以后 不久顾吉刚就去世了 那那一本书下落在哪 我们就不知道了 这个秋风诗卷 是我叔叔手上保存的 我们幸好还有一本 所以我今天能够跟大家讲 这一本呢 是胡尚 胡尚呢 是我这个曾祖父 这个1929年呢 你知道民国最有名的一个作家 叫周寿娟 周寿娟当时他非常有名 那你说上次那个陈英姐介绍张爱玲 张爱玲他们 张爱玲看周寿娟都已经是 虽然可能是老朽了 但是是大师啊 就是我就想讲一下 就是当时的他这个感觉啊 那他当时就是办了本杂志 叫做这个 他出了一本书 邀请了很多人去写 这些写的人都是民国的大家 包括胡尚宇 那我曾祖父也在里面 什么碧乙红啊 中建公啊 蒋祖晓啊 那现在你要 你之所以要了解他们 你只能从现在 后来唯一的一个人活下来了 经历了文革 经历了 活下来叫做郑义梅 他每一个人他都写了 1929年 后来这个就这本杂志呢 叫在这个胡适宇 在当时他也写邮寄 又画又写诗又写邮据 叫胡上四日游 也是我找到1934年 在旅行杂志 这本杂志呢 已经也是在拍卖网上被拍卖了 这个也有他的这个历史渊源吧 那现在我就要提到郑义梅 郑义梅呢 是就是现在很多人 可能知道郑义梅是谁 郑义梅一生出了几十本书 就是他在文革以后 在80年代以后写了 其中的几十本都是在文革以后写的 他有一本书叫做世人说语 这个世人说语的其中的一篇 就是先师胡适宇先生 这个世人说语我看了 我从中了解到了我的曾祖父 最多就是从郑义梅的文章中 郑义梅先生呢已经去世了 92年去世了 所以呢很可惜 他92年去世的时候呢 我从来没有写过 那现在我写的时候 我常常想到他 也在此做一个怀念吧 郑义梅呢 他是补白大王 你看他出了这么多书 这都是这个当时在香港大成杂志 就是香港他的很多书 在香港大陆 台湾就是这个发行以后 在大陆也发行 所以你看右边他写了这么多 他提到我曾祖父的书 你看有多少 他写了十几本书其中 是说人语 有先是胡适语 刚才我提到 还有一本书叫林下燕云 一林散夜 一林旧事 云边止寒 前尘旧梦 三国显化 花果小品 民国老味道 正义梅谈吃 每一本书都提到了我的曾祖父胡适语 这就是正义梅左下角 你看到的正义梅 年轻的时候的潇洒样子 这一本书 为什么我要提到 这一本叫做半蓝旧炉文宝 半蓝旧炉是我曾祖父 他每一个就是当时的人去写任何东西 他都会起一个名字给自己一个雅号 自己像今天什么什么什么摘 我们作协的也很多 像陈九啊 像那个就是法拉盛图书馆的馆长 他们都有自己的名号 当时的胡适语的名号叫做半蓝旧炉 所以呢 因为他是兰花旧炉 那为什么叫半蓝 当时他那个逃难的时候 他们家被平天国弄了 就是跑进去 兵荒马乱的时候 家都给破坏了 他有一个老匾 就是这个只剩半个字匾 所以他就把半个字匾拿下来 叫半蓝旧炉 当时郑义梅这个文稿 现在在拍卖网 现在拍卖20万人民币 是郑义梅亲手抄写的半蓝旧炉 要不然这一个半蓝旧炉 这本书也失传了 是郑义梅抄的 那现在就看到 上次我也给看到了 就是在1926年王开照相馆拍的照片 为什么我要提到这件事呢 就是我的曾祖父大概在1926年的时候呢 他当时染了单独 所以呢 我的爷爷当时在上海 就请他去上海做手术 请了个德国医生做手术 但是手术没有做好 就是伤了他的一个脚筋 所以他变成了一个瘸子 就是一拐一拐的 所以在他 在1926年去做手术的时候 就住在我爷爷胡书毅 我下面就要讲他的家里头 所以就在这个 当时呢 我爷爷很喜欢去王开照相馆 我发觉呢 我们家的老照片都上次 我说过都烧掉了 仅有的几张 居然是在王开照相馆 所以我知道 那这个就是他在王开照相馆 照的最后的一张照片 右手这边曹贵珍 就是他的夫人 我们现在叫石宇夫人 是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曹贵珍先死 60多岁就去世了 他的一生也是生了十几个 14个孩子 只有7个活下来 所以他曹贵珍呢 就是这是我的这个曾祖奶吧 就是叫什么 great-grandmother的 唯一的一张照片 那也就是 他是1926年拍的 所以我也 现在的这个彭朗镇 还有一个石桥 叫胡夫人桥 所以是用 是我的这个 注意requesting to ok approve 谁要拍照啊 好了 那如果你拍照 他就问我要不要 可以给他拍 可以 呦 糟了 他一给他拍 我这下翻不了页了 这回 可以了 可以吗 可以了 可以了 现在你看啊 我又回到这边了 就要介绍到胡舒逸 你看这个是胡思雨 他边上就是他的这个儿子 三儿子 胡舒逸 也就是我的爷爷 那我爷爷呢 这一生也写了很多的书 这一生也写了很多的书 因为他当时在纽约上哥伦米亚大学 他拿到了教育系的硕士学位 你看他的爸爸就是一生教书 教了这么多桃李满天下 我的爷爷一生也是教书 在教书之余写文章 所以啊 这个所以我就要讲到我爷爷了 就是他的胡思雨的儿子 那我爷爷呢 这一生也写了很多的书 你看他 这他的书基本上就是 在旧书店都能够找到 起码我都能找到 所以我能够知道几几年 几几年写了什么书 他后来做教育家最有名的是 他叫做民国著名的儿童教育家 因为他写了很多关于儿童教育的书 这个这个人生啊 其实就是特别的奇怪啊 因为最近我在看那个 就是那个聚留和 一下忘了作者 那个齐什么来着 那个看聚留和的时候 他就谈到了当时国共 这个齐邦元 齐邦元对 谢谢顾大姐 我这个人人提笔忘字 我是提名忘名啊 太糟糕了 所以我需要PPT 因为我老忘名字太不好 齐邦元 齐邦元这个聚留和呢 就提到了新生活 在今天我们看来新生活 他写了本什么新生活 可当时是流行的大书啊 儿童新生活1934年 因为当时蒋介石提倡新生活 整个陪读重庆 那又提到重庆 所以当时我也逃到重庆 那么他当时就是说 他是在国民党的教育厅工作 所以就请他写关于儿童 请了一系列大家写当时的新生活 有点宣传这个这个国民党的当时的一推行的一个 齐邦元在他书里写到当时的新生活是什么样一个气象 大家可以看看 我觉得也也很奇特 居然有这么一就是我爷爷当时写的是儿童新生活 所以当时的国民党教育厅厅长潘工展还给他提字 那也因为这个些原因他文革倒了大美了 那我们就后话了 他最有名的书就是战后西游记1948年出的 那这个就是他出版的这个一系列的这个文章 他就是这个我要提到教育杂志 为什么提到呢 特别也奇怪的是呢 他1924年到1947年写了15篇关于儿童教育文章 今天的大陆已经找不到他这一篇文章 这个这15篇文章我在哪找到 在台湾国立图书馆的系统里 他你一打呼声语他就出来 他曾经写的所有的文章每一篇都有 如果我今天去台湾 我可以去这个图书馆调出文章复印 我就有了 但是我现在没有 每天我去台湾的时候 或者王玉姐去台湾的 或者陈英姐去台湾的时候 可以去查一查帮我复印一份 我这个人又又开始 我随便说笑啊 没有这个意思 不要你们去劳累 我怕劳累人 这个就是当时他写的儿童新生活左边 这个右边就是当时的潘工展给他的题字 中间是他当时1934年还风华正貌 很年轻的时候 这是他的 你看他写 就刚才我提到的 他写的这些书 当时是有商务印书馆 上海中华书局 还有这个出版的他这些书 他最有名的这本 这个战后西游记呢 就是在1947年写的当时他要出上下两册 因为他就是写他在美国的这个邮寄 其实也不是邮寄 因为他当时在美国是国民党的那个这个公费留学嘛 所以他写了很多就是当时国民党在在美国的大使馆的大使的活动都会叫他去 然后所以他也写到就当时的一些诗啊 一些人啊 一些他经历的一些事情 所以从今天来看 作为一个历史的史实也非常有意思 那当给他提字的 你看这个 他写这一本书的出版 有几个人给他做了一个非常大的贡献 你看马公渝提字 上次这个顾大姐 他马上知道马公渝是谁 马公渝著名的画家 书法家 传客家 他69年文革的时候去世 我爷爷是70年去世 一年以后去世 他们当时留在上海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这一个呢 我之所以要把它 这是我爷爷画的这个梅花 你看他有这个胡舒逸提的这个梅花 为什么呢 当时就是要讲一下胡舒 就是他们的这个父子的关系感情 这个我这个曾祖父去世了之后呢 就是我爷爷就很难过 他就决定画梅 就是要把他这个父亲的这个这个计法 或者怎么样 也不是计法要传下来 也不是为了卖钱 就是要画梅 这样他每天 而且他规定自己每天要画一幅梅花 风雨不断 一日不足 因为他要通过画梅 怀念他的父亲 所以我的小叔打电话 说哎呀 他小的时候 他爷爷两件事 每一天要画梅花 第二个就是每一天要唱昆曲 所以就是说他很喜欢昆曲 那这个呢 关于这个他们的父子关系 在郑义梅的先师胡诗语中 也详细的写了 他当时后来 他当时去那个 就是叫什么 克林比亚大学读书的时候呢 他还在中国的展会上呢 举行了一个整个 就是他当场画梅 据说这个外国人看了以后 都觉得震惊了 不好意思 我现在讲的有点 这个这本书的 这个就是潘公展 这个左手这边 就是当时给他提字 是跟他关系非常好的朋友 顾一秀 顾一秀 这个他们俩都是文革以后 共产党都认为 他们是国民党的 这个特务 就是大 就是国民党的这个 这个反动文人吧 所以都是 他们你看 他们都活到多大 他们潘公展 活到1975年 这个顾一秀 活到2002年 都是寿终正寝的 这就是我爷爷胡舒逸 的照片 旁边是我的父亲 当时他在上海开 就是当时他从这个 这叫什么 那个哥伦比亚大学 回到上海的时候 他开车 自己坐司机 开车 你看他非常洋派 照的照片 都是西府阁里的 这是他的 这个左边 这个是我的父亲 这个是胡思生 就是我这个记者 就是人民日报 记者的这个 很有名的 上次我讲座了以后 那个Frank 就是我们 也是北美作家协会 说哎呀 你认识胡思生啊 胡思生 跟你叔叔 我说怎么了 哎呀 我很敬佩胡思生 你看我跟Frank 没有什么交集 只是北美中文作家 协会会员 但是他跟我叔叔 就有交集 所以你永远不知道 在你的人生之中 谁跟你有 这个命运的 民民之中的 有的联系 你看这是他 这个中间的是我父亲 这是妈妈 这个是我的爷爷 我的奶奶 他们的所有的这个孩子 这些照片 都在文革的时候 我爷爷试图烧照片 潘工展的照片 蒋介石给他亲笔 提名照片 所有的照片都烧了 我的小姑当时住的 闻到烟火味 冲上去看他在烧照片 抢下来这几张 就是他们家族的照片 所以得以存下来 那这个是他 也是他的 这个是在我上次举行讲座 准备讲他的故事的时候 就正好去我叔叔家 找到了这几张照片 我就是让我儿子翻拍下来 你看这个是我母亲 我母亲出场了 当时1954年 我母亲已经怀孕 这是我父亲 这是我的奶奶 在上海 他们就解放了以后 他们回上海去过节 看到再去见他 就我父亲的这个父母吧 当时他们家的人 我这是胡思生 我的大叔的留影 你看这一张照片 我为什么要放上 我留下来呢 是因为这个 这所有的字 都是我爷爷手写的 你看他字多漂亮写的 这么一个文人写 一手这么漂亮的字 在文革中被迫害 就是因为这个迫害 所以死了也很惨 当然了文革死亡很多了 这个是 他当时就是中间 就是我的叔叔胡思生 就是人民日报记者 他是第一个被人民日报派去 莫斯科工作 去东欧工作 他也经历了很多奇特的历史吧 所以这一张照片 这个左边就是我的小叔 胡舒逸 就是他现在跟我经常讲 有时候打电话 我们在微信上打电话 就讲这些过去的事情 所以他给了我很多的资料 这个呢 下一边呢 我就要讲这个 康同碧 因为其中的这两个 除了我的 祖父和我的爷爷 还有两篇文章 我写的是 康同碧 为什么写康同碧 这要根据我的中学的时候的一个闺蜜讲起 你看左边就是这本书 叫做万木草堂集 是周小辉和这个 这个他先生一起写的张启珍 他们就是专门现在中国研究 如果周丽姐在的话也知道 因为周丽姐也认识张启珍 他们都是 你要想研究民国历史 写康有为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跟张启珍联络 因为他康同碧日记手稿 在康同碧去世前 全部交给了他的女儿 他的女儿交给了这个张启珍 所以很多的照片 包括就是你看大家写 看陈丹燕写过 上海的金枝玉叶什么之类的 这些资料之中呢 也跟这是我以后有空再讲 也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很多资料来自于张启珍 这个我说到我这个闺蜜呢 是1995年我们失联 到25年没有联络 这个就是康同碧 现在康同碧你看的墓碑 这就是张启珍先生 左手这边 他每一年要去扫墓 你看康同碧 他的女儿和他的这个罗昌先生 他们三个人就葬在这一个小墓 你看后面这么宏大的这些墓 都是有钱人的墓 所以他们就当时在 这个解放前买的这个墓地 所以他们死的时候 文革的时候就是被 他小墓碑这么小 所以张启珍呢 每一年都会去扫墓 给他擦碑 给他送花 因为他觉得呢 所以刚才的万木草堂集 是关于康有为的 就是康同碧的父亲 那也就是张启珍 他们写的这个文章 这一张照片呢 非常有历史的价值 是因为这一张照片 所以你看到这个右手 这个刚才我说的张启珍的父亲 张苍江 就是这一位先生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康同碧老年的时候 张苍江是他的朋友 也帮他做了很多的文蜜的工作 你看左手的第二个人 这个这个漂亮的女孩 就是在张一和写 往事并不如烟的 最后的贵族里边的 那个芭蕾女孩 也是 也是这个 陈丹燕的上海金枝玉叶里边的 这个 女主角的女儿 也有他的照片 所以你看这个人生的生命 太奇特了吧 这种联系 有一天我碰到陈丹燕 我也跟他说这个话 这个我当时呢 其实我写 想写一系列的康同碧呢 是为什么要写 当我跟我这个朋友周小辉 我们在一起曾经很好 我当时在19岁 在读者们在发的第一篇文章 据他说我都忘了 挣了20块钱稿费 据说我请他一起去 你看我们俩关系也多好 请他去吃了一顿西餐 他甚至都记得我点的菜的名字 我点的西餐名 我整个都给忘记 我一点记忆都没有 所以我 幸好有他 所以呢 我后来呢 就是在大概两三年前 就在一个意外的一个情况下 我跟他重新联系上了 然后我们就讲了三天三夜 讲不完的话 哎呀你现在干嘛 你现在干嘛 你现在干嘛 所以我就跟他 那时候正好上海浮生周梦出了 我也给他 然后他说哎呀 我就一直知道 你会成为作家之类的 因为对他们来讲出书 他说哎呀我也写了本书 我们俩都成为作家 所以他就是说写康有为 康同币 他就跟我讲了很多康有为 康同币 他们的手稿 他们的来历 他们的 然后后来 讲到康同币的时候 就刚才给我看那个照片 就是让我想到张一和 想到陈丹燕 想到这些全回来了 我就忽然想到说 哎呀你有康同币的日记 他说我有啊 我说那我写一篇康同币吧 他说太好了 我把日记内容告诉你啊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下写的 那么当时我第一篇写的 往事回谋 康同币在纽约载野街 是因为什么 当时他给我的这些日记吧 很多他写了 就是抄录了很多给我 当我一看到纽约载野街 我眼睛啪就亮起来了 因为你写作 对我 讲讲写这个传记文学 写任何东西 就像我写复生上海 和上海复生若梦 一样 你写千言万语 不抵一张照片 有用 不抵你去过这个实景实地 去过这个地方 看到有这种感同身受 有用 所以我觉得 当时在 浩如烟海的康同币的资料中 我当时看到纽约载野街 为什么 纽约载野街是 纽约China Town 最老的三条街之一 当时的中国城 只有三条街 载野街是在中心 是我最喜欢的一条街 为什么 无独有偶啊 我曾经去 China Town 永远去了China Town 就要跑到 载野街 因为我觉得 载野街充满了 就是历史的价值 我第一次载野街 我觉得 哇 就像一个time capsule 一个时光胶囊 从一个历史中 结下来的这么一块 根本就不是 现在当然你去看 那个载野街 已经不一样了 所以 载野街 我非常非常的熟悉 那这次疫情的时候呢 我有一个朋友 在China Town工作 关书妹 他也知道我喜欢 他拍了好多 载野街照片 在疫情下子给我 我也后来写了 很多疫情日记 也发了载野街 所以 这个你看 这个载野街 跟我的联系 有多么严重 所以当时看到 载野街 我就跟我的朋友说 我第一篇文章 周晃卑说 我写它 就要写 康同币在载野街 所以就 这个文章 后来我就是 经过节选 也转载 在那个北美作家 这个网站上 那我其实就觉得 我们写传记文学的时候 一定要找到一个切入点 这个切入点 是你的就又回到感情的关系 感情的直接和间接的关系 载野街是我感情的一个间接的关系 我每次站到载野街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 所以我上来 我就讲 在双方的流失 我站到载野街 当风从我身边吹过的时候 好像又把民国 把康同币 他是一八几几年 一九零二年 第一次来到载野街 是他代表 这个康有为的 这个同盟会 在载野街 举行了第一次 同盟会的一个会议 在纽约 当时的很多的 美国的杂志 报社记者都来采访 我甚至翻到了 当时的一个叫纽约 这个不是纽约时报 这个纽约 New York Chronicle 还是什么东西 一篇报道 在当时他在载野街讲座 还非常详细讲的说 他讲英文不错 但是带着广东腔的英文 具体的是 所以我这个在文章中 我都有写 那么载野街 而且他来的时候 21岁 这么年轻的一个女孩子 居然就已经为他的父亲 康有为 再来个振臂呼喊 在做这个同盟会的工作 太厉害了 所以这个感动 因为载野街 因为康同币 因为在这个载野街之中 因为载野街的历史 有一天我在谈 具有深厚的历史 因为我没时间了 我突然意识到 现在已经9点 9点多 9点28了 我占的太多时间了 所以匆匆忙 第二篇我写的是 康同币从南温沙 因为现在很多人写康同币都是说 他是这个哈佛大学 其实不是哈佛大学 叫这个 他在 就是他在这个大学 是什么大学 在 这个康州 他在南温沙 是在这个康州 就是Connecticut 一个地方 我之所以写 他是在 Hartfield 一个中学 上的中学 但是翻成英文的时候 翻成中文的时候 很多人说 他是在哈佛大学 我说我跟我的女朋友 这个周晓辉也说 他是哈佛大学 我说不对啊 他21岁来美国 怎么又上哈佛 又上哥伦比亚大学 也疯了 所以我就开始研究 后来知道 他是哈特福德 哈特福德 Hartfield 中学 现在哈佛中学 还有他的这个 一个照片记录 所以这个 他当时就住在南温沙 然后呢 我因为这个时候呢 南温沙 我也去过 给我一个 哇南温沙 就又一个时代的 一个location的地点 而且他上的是 这个从南温沙 去了是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当时 他上的是巴纳德 Bernard女子学院 所以呢 Bernard是今天 最前不久 不是疫情的时候 有一个 Bernard学生 被刺死了 在中央公园 所以我觉得 我一看到 Bernard又是巴纳德 女子学院 又是这个康同碧 所以你看我这个人 任何东西 都可以刺激到我 所以他在1909年时候呢 在这个巴纳德学院 毕业的时候呢 他曾经还给自己 在这个 这个学生 这个 这个笔记本 这是他的照片 你看 都给我挖掘出来 然后他自己 曾经在 在这个 这个school book上 曾经说过 就是要做自己的女主人 即使中国堕落 现在这一句话 还挂在 巴纳德学院的 这个整个的 有一个他专门 巴纳德学院的 著名的女性 其中有康同碧 所以我之所以讲 要写康同碧 也是跟我这个闺蜜 周小辉 有千丝万年 我们25年没见 25年世界上 发生了许多的大事 我们重新再联系起来 三天到现在 三年的时间 我们还是闺蜜 就那种感情是 曾经你小的时候 在一起长大 今天你也 就是 而因为他 我写了这个康同碧 然后我还要接着会写 更多的康同碧 只是我 我很忙 没有时间 有点时间的话 我就要为康同碧 做时光胶囊 当然了他很有名 也不需要我来 做时光胶囊 这个张一和 在这个 《往事并不如烟》的 《最后贵族》里头 也写过康同碧 但是他写的有误 有错误的地方 我这个人又比较仔细 所以我就想 我有一天 好好地写一篇 下面来了 诗人作家王瑜 王瑜姐 我要讲一下 这个 为什么写王瑜 其实呢 很多就今天 今天在座的所有的人 都认识王瑜 关于我们纽约女作家协会的作家 就是北美中文作家协会的作家 每一个人都认识王瑜 王瑜是一个时代的标志 对我来讲 因为我当时为什么要写它呢 其实也有缘故的 现在你看这个是王瑜跟巴金的照片 我先翻回来 我最早呢 我是看到这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中间你看这个人 这个年轻的帅哥是谁呢 这个人就是我先生石村 他在来美国的时候 曾经一度 这个你看左手这一边的第二个人 就是严厉 严厉后来给我写了这个 就是刚才我写的这个上海佛生若梦的推荐语 就是严厉写得非常的棒 所以这是他严厉 这是这个石村 这就是王瑜 他们曾经当时就是出了本诗集叫一行诗 石村当时写诗呢 也是投稿给王瑜的这个美洲华人日报 他是这个文艺版的主编嘛 所以登了石村的诗 anyhow你看你相信不相信人生的奇缘啊 那是1987年的时候吧 80年代他们在一起 那后来 为什么就是石村跟我认识以后呢 我跟石村在一起25年26年了 他一就是一收到文人的时候 他就一直提到王瑜 所以还有严厉 这两个人如雷贯耳 每天就是一提起就提到他们俩 所以我对他们俩非常的了解 严厉呢 我跟石村在上海见过 其实我还有一个印象 王瑜我从来没有见过 我都有 大概是在我写上海佛生若梦 刚刚写完的时候 当时呢 就是游江呢 邀请我去参加北美中文作家协会 我参加了以后呢 他们就在这个法拉盛图书馆 举行一个王瑜出了一本 那个散文集讲座 当时呢 我看这个文章的时候 哎呦王瑜 我马上问石村 这就是你说的王瑜吗 他说是 我说那无论如何 我要去这个发布会 我就跑到这个发布会 然后看到果真 又塞满了人那天 全部人都来了 严厉讲了话 王瑜 他一讲话 把我逗得潜咬后 他笑死了 他就讲他的旺性啊 谁坐他旁边开车啊 他只要谁坐他旁边开车 就会迷路啊 然后那个出了门 把那个那个 铜火棍子搁在书包里 就是啊 什么东西搁在那里边 就是类似 这个这种 不是 这是我妈干过的事情 就是王瑜 我觉得他跟我一样 我是马达哈 我不计人 我做了很多马达哈的事情 在我发现王瑜之前 我认为我是世界上 最大的旺姓 最大的马达哈的人 但是我发现王瑜之后 我才记得他是祖宗 我只是小学徒 在旺姓方面 那么我看到他时候呢 我就一直等大家 就是全部散了以后 很多人找他签名 我这个时候就窜上去了 就是说王瑜姐 当当当 跟他 他一看了我脸 眼神一点 就是当我是一个粉丝嘛 就是我说 请你给我签个名 签了个 我买了两本书 一本签给我自己 我说再请签第二个 他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写谁的名字 我说写石村 我一说这个话 他就瞪着眼睛 啪就放亮光 然后就说 是小石村吗 你想想我认石村 我们俩同意 差不多年龄 他突然说小石村的时候 我说什么小石村 然后我说 哦哦哦 就是那个石村 后来他就说 他这个时候直起嗓子 就听他喊 严厉厉厉厉 我找到小石村了 我找到小石村了 当时把我吓了一跳 我说 这人怎么 这这这这这这么泼辣 跟我一样其实我也是很泼辣的性格 哦厉害 然后就又见了我就一见如故 然后就跟我说 哎呀我们要去吃饭 我们要去见石村啊 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 所以就是因此 我跟王瑜的缘分 又续上了通过石村 你说说这个人生的巧合 冥冥之中 我永远相信 生命中没有巧合 全部是上帝的安排 那我再回头看来 这个我为什么要写王瑜 不是因为石村认识他 然后就怎么样 而是王瑜 就像我原来在这个文章之中 我想念一句 就是我写的这个文章 就是说 王瑜是站在宇宙人生十字路口的风向标 他任凭时代的不停变换 纵观着历史 写过着人生 从他身边走过 冷眼旁观着那些叱咤风云的时代人物 与自己志同道合 有着命运缘分的人们热情相拥 随便从他的视角 顺手摘取几个人物拿来聊聊 便马上能感受到 这些时代人物的各种意识和取势 以及来自他们这个时代的各种思想的冲击 王瑜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人 不是说他 因为他是台湾人 他从小在重庆 这个大陆出生 然后49年跟着父亲去了台湾 飘人过海 他 他 大陆的热爱大陆的情节 一直在他身上就没有消失过 很多人在中学的时候 去台湾的人早就忘了大陆 但是他一直从小 他就是我们叫做 上次我去看了那个张远的那个小说讲话 他就是说 当你去写小说去写文章的时候 不要你经历有多奇特 要感情经历丰富 王瑜跟我一样 我们有很多的相似 我看到王瑜 我跟他去聊天的时候 我就觉得 王瑜就是我的师祖爷 或者是师姐 或者什么一个就跟我太相似了 就是叫怎么讲呢 就是他是一个感情 非常就你看他笑呵呵的 好像什么都 我说冷眼旁观 其实这个有点 贬义 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说 他是一个笑呵呵 你看的什么东西 他内心非常深厚 他经历的非常深厚 我就常常我那天过大街也说 要王瑜 他但凡是个势利眼的人 他但凡是一个不是他王瑜的人 他都可以在台湾 在大陆 在任何地方成大名 发大财 但他不是这么一个人 我写他有几点 第一 他是一个从大陆去台湾 然后在台湾的成长的人 然后他来美国 他有着两岸三地 不可多得的经历 两岸三地 就是大陆 香港 台湾 那个所以我 如果大家有时间 可以去看这个写的 我当时写了两万多字 就是要看到 他的人生的 就像一个风向标 台湾的著名的作家 诗人他都认识 大陆的著名诗人作家 都是他提携的 香港的很多 都是他的同事 所以你说 有几个人 三地的作家和诗人都认识 而且跟他们的关系非常近 而且说到任何 从北岛也好 从严厉也好 随便从 这个 这个 沐昕也好 对 他这个文章我也写到 他当时发掘沐昕 是他推荐给台湾 然后他们台湾来 跟沐昕 发表沐昕的文章 那又是后话了 所以我觉得 他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人物 他有两岸三地的 整个作家 他就像一个联系的 一个点 一条线 把所有人都连在一起 同时我非常钦佩 他的个性 他是一个个性 非常鲜明的人 他在台湾 17岁就出了诗集 余光中啊 什么什么 都很欣赏他 出了诗集以后 他就是一个著名的诗人了 但是他 在62年的时候 离开台湾 到了美国 当然也有 其他的原因了 咱们就不说了 来到美国 我是想说 他一点都没有 王婆卖瓜 自卖自夸 或者怎么样 他的个性非常鲜明 因为什么他离开台湾呢 有一点 当时国民党占领台湾之后 实行了 精神和文字上的白色恐怖 也是不许他们读很多巴金啊 很多这种 凡是留在大陆人的这些著名作家的这些文章和诗 不要说鲁迅了 因为鲁迅 毛泽东赞扬过他们 所以都是被蒋介石封锁的人 那王瑜就很喜欢 就到处找尽书 看这些人的 你想想 跟我小时候 我就干过这些事 所以我跟他有很多的共同的这种感情的共鸣 虽然我跟他的时代跨得很远 但是我在感情上跟他很近 那么就是像他这样的一个人 他就是到了美国 写了很多支持 博洋啊 支持这些所有的这个 就是被白色恐怖关起来的绿岛的这些作家 就是在香港发文章 在台北 那个美国发文章来支持他们 所以你看他的这个个性 他根本就不在 所以他上了台湾政府的黑名单 一上了十几年 不能够回台湾 所以他呢 就是所以就是保调运动啊 这些这个他非常的积极 非常左派吧 那你说如果他是一直沿着这条线走也行 但是呢 他后来他就是一九七几年就想去大陆 因为当时他们保调左派都是想到想去大陆 到了大陆以后 他改变了想法 到了大陆以后 74年第一次去大陆的时候 他一看那个当时你知道大陆 那时候74年我上小学中学 在那个种 那个那个红红 就是整个什么颜色都没有一个绿色的海洋之中 蓝色的海洋之中 他突然觉得 这不是一九八四年吗 那本书 所以他就突然就觉得 这不是我要的大陆 这也不是我要的左派 所以他回来以后放弃了所有保调 放弃了所有 从新开始去 做自己的这个这个 整个做了副刊主编 然后成就了很多大陆的这个作家 我就不再去详细讲了 听一会儿我们听王瑜自己来讲 所以我现在时间占了很多 那这个是你看王瑜 这么多有名的人 北岛啊 顾城啊 这个蟑螂朗啊 贝领啊 陈琛啊 八十年代中国崛起的诗人作家 都都都跟他是好朋友 你看他这个是当时他跟沈从文的 沈从文给他写的信 后来这个是我在拍卖网站上找到的一封信 当时他去看沈从文 沈从文后来给他写了封信 好 今天我就冲冲讲到这些 这一点 非常对不起 占了大家的很多时间 那现在呢 我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 好 谢谢桃花 桃花讲得非常丰富 刚才开始之前我就说了 桃花能讲一天一夜 不过我们要把它cut一下 现在呢是嘉宾时间 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王瑜老师 刚才呢桃花已经讲了很多 我简单介绍一下 就跟刚才桃花讲的似的 王瑜老师是半个海外文学史 上世纪七十年代 他曾在台湾创办 儿童月刊 鼓励儿童创作 王瑜老师曾长期担任 华文报纸的副刊编辑 和今天文学刊物的编辑室主任 多年来 他曾为香港三联书店 和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 诗选 微型小说 以及留学生小说选 他翻译有古希腊神话英雄 出版著作有小品集 碰上的缘分 和诗集 我爱纽约 现在有请王瑜老师进行嘉宾点评 王瑜老师 把声音打开 陈希帮助一下 他的声音已经打开了 王瑜老师 你可以讲话了 我可以讲话吗 大家 可以了 好的 非常高兴可以讲话了 刚刚桃花讲得真好 桃花讲话很好听 大家好 我一向就很喜欢读传记 因为传记能够透过一个人的经历 出现一个时代的氛围 读传记的时候 让我们非常贴近那个时代的氛围 所以我喜欢读传记 所以我喜欢读桃花的东西 最近我读了一本很有意思的书 叫《大元朝与耶律储才》 其实就是一本耶律储才的传记 我想耶律储才 大家都很熟悉这个名字 至于他的生平做什么 倒也不一定很熟悉 作者是日本的一个人 这个人是华裔 他叫陈顺诚 陈顺诚这位日本作家 以推理小说著名 以传记小说著名 他写的这本 《大元王朝与耶律储才》 非常的有意思 他写这个耶律储才的 超越的储群意识 跨越国际意识 他也展现这个耶律储才 对人类的大爱 因为耶律储才和陈吉思汉 和忽必烈的接触 使得成千上万的汉人 没有被杀掉 因为蒙古人的时候 他们只要攻占一个城市 或者一个地方 以后就是屠杀 一片杀 杀完蛋 所以他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 这个耶律储才 我也是跟着这本书 我就跟着他耶律储才的眼睛 耶律储才的心事 也非常贴近了那个时代 所以我很喜欢看传记 我读《纽约桃花》的《福生上汉》 也是感受很深 跟随他的笔措 我恍惚亲历了一段历史 他这本书不是用 《纽约桃花》的名字 而是用了他的真名字 胡桃 为什么 因为这是写他的家事 家里的历史 书中的宛如 我只讲其中一段情节 宛如和小马 大臣三个人是好朋友 其实是宛如和小马是情人 大臣是小马的好朋友 然后这三个人都变成一个 小小的亲密的集团 他们三个在一起很高兴 可是就因为内战的关系 发生了变动 他们要被分开了 那大臣呢 其实暗恋着宛如 可是他从来没有显露过 先就是小马离开了 到美国去读书 然后呢 大臣呢 也要到香港 他走以前就去找宛如 就问他 想劝说他一起走 那时候宛如的思想 是非常的爱国 他觉得要走的人 是非常可耻的 怎么可以离开你的国家 他很坚定的爱他的国家 准备留下来 跟这个国家一起建设 这个新的中国 这就 他们就分开了 分开的事就不谈了 你们有很多经历 就讲到35年以后 大臣回来 找宛如 经过了很多去者 找到了 这时候宛如要求他一件事 是什么 等你回到加拿大以后 想办法把我的女儿 结出去留学 写得非常的反共 这个让你觉得 历史 人的经历 原来是这样子的 让你想不到 非常的讽刺 你也看到非常的感慨 但是他就透过这个人 让你更感觉的不是一个人 这是这个时代 是这样的 真的是非常的荒谬 经过了 《纽约桃花》呢 它是以写传记著称 可是她并不是指 她的创作并不指在传记 她的小说也写得非常好 我读过她一篇小说 一直难忘 那篇小说 大概是叫 《向我的青春说道歉》 女主角是一个可爱的高中女生 有一天 她们学校一个男生 很爱 很会运动 也是一个很可爱的男生 就递了一封信 给这个女孩子 就向她表示 对她的起目 这女孩子拿了信 不晓得要怎么办 因为她家里面 父母亲都是高干 高干只忙自己的事业 根本没有时间 跟这个女儿在一起 分享一点什么东西的 那她最亲近的人 是她学校里的一位老师 她想了想 这个女孩子就把信 交给了老师 跟老师讲 有这么一件事 这个老师也很好 遵守她做老师的本分 就安慰这个女孩 说你就交给我 我来处理 处理的结果 就是这个男生 就受到学校的处分 然后还被她爸爸 狠狠地揍了一顿 这件事情发生以后 这个男生 看见这个女生 就躲得远远的了 再也不敢靠近了 也不再跟她讲话了 什么都没有了 从来没有交往 而他们的同学 也对这个女同学很不满意 觉得她害了这个男同学 怎么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一直到改革开放 他们也渐渐中学大学 大家都改变了 他们人生的路途 有的就出国留学了 有的就成家立业了 有的在国外经商了 或者在国内经商了 发了才都很好 这个女孩子就在美国留下来了 定居在美国 在美国成家 可是她每次回国 找同学聚会的时候 她都想到要跟这个男生 说一次道歉的话 一直到她有一次决定要说的时候 传来这个男生已经一个意外去世了 所以她这个道歉永远道不成 她这时候心里非常难过 她觉得她欠这个男生一个道歉 而且她也欠自己的青春一个道歉 这一篇整个小说里面 没有一个贬值 也没有把任何人写成一个坏人 但是在那个特定的环境下 大家执行的那种政策 那种对待人的态度 教育的方式 其实就是毁了两个年轻人的青春 那桃花写这个小说 写的一点都没有写到任何事 也没有批评 也没有什么 就把它铺陈出来 你觉得不着一致尽得风流 我觉得是一件非常的上上佳作 非常好 大家有机会应该去看一看这件小说 小说是虚构 传记是写实 纽约桃花 在这两方面都做得很好 非常难得 我还要顺便提一句 他不只写的好 这个人编的也好 他编的东西非常特别 你们也要去看 跟别人都不一样 很多人的东西被他收集在里面 有意思的不得了 那个编的 那我自己呢 讲到这里呢 我就 最后呢 我就要 朗诵我自己的一首诗 是我写给纽约桃花的 作为这次演讲的结束 我很喜欢花 我在纽约 我们看到这个纽约银春花 新仪花 朱玉花 墙围花 玫瑰花 但是我从来没有看到 纽约桃花在纽约 可是今天 就是刚刚 我们大家都见识了 纽约桃花的风采 对不对 所以我就写了这首诗 写给纽约的桃花 我们看到他的迷人的风采 诗信就出来了 就要写一首诗 但这个 我这首诗也很简单 就叫 我爱纽约桃花 纽约两个字可不能忽视 因为这两个字太重要 纽约意味着很多文学家 艺术家 在这里来完成 实现自我 也是在这里来 寻找文化的丰富性 所以我觉得纽约 这两个字代表很重要 就像三十年代巴黎 美国人都跑到那里去 云维啊 那些在那里去完成自我 寻找丰富的那个文化风味 我们实在 现在是纽约 好 我就来朗诵一下 我爱纽约桃花 我 我爱嘻嘻哈哈的杜鹃花 他们踢翻自己的裙子 又踢翻别人的 我爱羞气的锤鹰花 五枝轻盈 众多喝彩 却忍不住 朱润连年 我爱快乐的郁金香 向春天举人自喜 一杯杯满意欢喜 我爱纽约桃花 它挥洒的一行又一行 诗迹相遇 解释起众多流放者的记忆 我们我真的非常的爱 纽约桃花 为了这些流放者的记忆 谢谢大家 听听了 我讲完了 该错了 好的好的 非常难得 我们听到了 王毅老师的情诗 献给纽约桃花的情诗 现在我们有请 极光系列的策划人 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 创会会长 顾月华老师讲话 顾老师 把声音打开 大姐你要把声音打开 把声音打开 她还在长篇小说里面 可以吗 我已经要求她打开了 按一下 顾老师 你可能要那个 再按一下 那个电脑上 可以了 打开了 打不开 打不开刚才 我呢 其实是大家讲好的 如果大家讲的时间太短 不够时间 我呢就像个饺子汤来气凤的 就是说我讲几句 如果说大家讲的时间 够了 那我都不用 不用讲什么了 可以不要讲话 也可以 我已经跟他们讲好的 但是呢 我已经上次在 在这个朋友圈里说过了 我要来 说一件事 这个是今天要记晓的 就是说这个桃花呢 她在她的书里边 讲到好几个人 那么我呢 就是要讲到 有一个人就是 康通笔 康通笔背后有一件小事 这个小事呢 一定不在她的 今天这个文章里 所以呢 我不会抢她的话题 所以我呢 准备来帮大家讲一讲 大家都知道康有为啊 清朝维新运动的发起者 晚清的重要政治家 思想家 教育家 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 代表人物 也是最好的 四大书法家之一 这个书法家比较重要 就是说 她的女儿呢 又懂书法 她女儿的康通笔呢 就是 也是 也是很有学问 很有本事的 她到老了以后呢 他们住的房子非常高级 是 大概是以前像王室里边 住的那种大宅子 他们家呢 是唯一没有受到什么 运动当中冲击的 政府还总是保了他们的 所以呢 他们家里还总归要 要办宴席 有一次呢 他们家替康通笔啊 做寿 这个做寿呢 是一件大事 这个在有钱人家呢 是喜欢做家宴的 那一天 那一次呢 他们分了好几批 那有一批呢 都是请了他们最喜欢的 知识分子 就是最尊贵的客人 但是 他们同时请了 就是中国啊 四大右派当中的两位 一个呢 是张伯军 张伯军就是 后来是交通部长 中国民主同盟的领袖 还有他是那个 民主建国会的这个领袖 差不多那个老一点的人 都知道他 像我的父亲就 穿加他们这些同盟的 民建跟这个工商联 什么都穿加的 那么还有一个呢 也是大右派 是张乃琪 还有一个可能有鲁龙基啊 也是跟他们 很要好的几个人 一个呢 是张乃琪 他以前呢 就是跟了李中仁的时候呢 他是一个铁臂反贪的 他做了很多好事情的 他的权力是很大的 所以他本来是 做财政部长的一个角色 到了解放以后 这些人都是因为爱国的嘛 他都留在中国 有的是从外边回到中国 然后他当粮食部长 也是做得很大的 一直做得很好 这些人都是很连结的 也不贪的 结果打成右派 这几个最正派的人 都打成右派 打成右派以后 工资只有五十块 这个五十块以后呢 他到了月底的时候呢 受到这个 康通比的请帖 要去赴宴了 这个赴宴是一件大事 而且那时候的人是这样的 这个礼是非常重要的 不像现在有的 可以串门啊 或者到哪里去啊 手里没有东西 都无所谓的 现在的人不讲究的 以前的人一定要有礼的 就是从小都受过这个教育的 就是说你这个什么都可以不要 你可以把你的衣服都当掉 你都是要要 第一就是礼不能缺的 那么他这个礼怎么送 五十块钱到月底 家里两斤当绝 一点钱拿不出来 他要去付这么大的一个宴会 他带了儿子两个人 他送什么礼 结果呢 他买了一斤切面 这个一斤面大概几分钱就可以了 拿了一张红纸 裁了一张红纸 他的儿子张立凡 也是个书法家 现在是著名的书法家 非常著名了 以前呢书法也很好 就在上面写了一个寿字 他们两个端了这一盘面就去了 就到了康通比的家里呢 人家收的什么礼都有 这一份礼是当中最最轻的一种 最轻的一份 而且呢是张 这个 这个张 赵乃琪呢 他一生当中送出去的礼 也是最轻的一种 但这个大场面上发生什么情况呢 就是说他们去了以后 康通比母女 看见这个喜出望外 为什么呢 这一个字写的好 就开始欣赏这个字 全部的嘉宾呢 他们那种人家就是所谓的 就是 都是 都是 往来都是红卤嘛 宾客街红卤 往来吴白丁的嘛 都懂这个说法 就对这个大大的喜欢 也是非常的赞上有加 结果呢 任何人都没有看不起 也没有人嘲笑 结果大家都从欣赏这个书法开始呢 就变成功讨论字画 结果变成一个庆功大宴 然后呢 这个康通比他们呢 又从这个盘子上装了水果 放了东西 放了礼物 再拖到他们家里送回 就是 很讲这种东西了 那他们这种人家 比如说张乃琪 张伯军 请回那个 康通比去家里吃饭的时候 进门都要走来走去 走不进去 因为一看见 哇 这幅字画 这个我也是画的没 比如画那么好 要讲到是没难放的 比如张伯军他们到 到这个康通比家里 走进去也走不进去 哎呦看到门口 这棵树这么好 这棵树是以前 皇宫里给我搬来送来的 皇帝送来的 都是这样大的 派头的人家 人家就没有一点点 就轻视这种 不值钱的东西 这个就是价值观 我所以说 这种呢 就是值得写传记的人 这种呢 就提到的 他里边的每一个人 都是国家的动量制裁 他们都是有这种 很大的贡献 跟有很多 很大的造力的 但是他们能够 他们为国为民 已经做了很大贡献 他们有策党中心的建言 结果又都打成右派 又在最无情的迫害之下 还要维持自己的尊严 获得赞赏 我就觉得 这个整个一个场面 看了以后就叫我感动 我就觉得 这个传记文学 大概都要写这种东西 就是说 他这个里边表现出来的是什么 并不是说 他们吃饭 他们吃的多好 这个值得你记 不值得 你比如说 他们后来讲到 这个康同比 他们住的大房子 后来给谁住了 给万里 大家都知道 万里是非常了不起的 在中央干部当中 算是连结的好干部了 数一数二的了吧 你不能够把他放到坏的干部里边 你一定把他放好的干部里 好 那我今天就要来讲一讲 我觉得 如果说 你要叫我来讲几句万里 那我就要讲讲 他的背后的事情 你比如说 他背后 他63年的时候 他为了要表现 他自己有多么 多么的 为国家贡献 他把他的大儿子 万博一下子送到西华农场 让他去做一个农民 这个好像是给全国的 学校里的毕业生 无论是中学也好 无论大学也好 都起了一个 很好的作用 大家都应该要 跟他学习 要无私地 服从祖国分配 放出去 但是后来 我正好跟这个 万里的儿子认识 我就看到 这个一个中央干部的 自私 无情 过年过节 都不让他的儿子回家 这个就是因为 要表现他的无私 他的对儿女的 那个好像要求高 但实际上 他自己并没有 真的吃多少苦 但用自己的儿子 做牺牲品 我觉得像这种里边 后来我就是 从他那个 康同别的 周围里边的人 我就看他边上 有的人 他还是高高在上 但是他背后 同样有 有一点阴暗的故事 我觉得这种 都是传记文学里边 应该要发掘出来 给大家看的 不是说每一个 光辉的面前 就是光辉的 也许他是很黑暗的 也许在一个 阴暗的角落里 其实是有很光辉的东西 所以我呢 本来就是 看了这一段 比较喜欢 所以呢 我就拿出来 给大家分享 我讲完了 非常精彩 顾大姐讲的 非常精彩 我觉得今天的嘉宾 顾大姐和王玉大姐 都可以单讲一晚上 可是今天呢 时间到了 各位朋友 在美国大选 敖战时刻 我们一起度过了 一个文学之夜 感谢纽约桃花的精彩分享 感谢王玉老师的嘉宾点评 也感谢郭叶华老师的精心策划 感谢陈希做技术总监 现在透露一下下一次极光讲座 主讲人是邵军 主题是回望华文网络文学 时间是11月19日 星期四 敬请期待 现在讲座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各位晚安 日安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 各位大家 晚安 谢谢 谢谢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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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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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花很棒 很棒很棒 是的 桃花姐姐 桃花姐姐讲得很棒 顾姐姐也很棒 你们都很棒 讲得非常好 顾大姐应该单讲一次 我不要了 都很厉害 都很厉害 很厉害 都很厉害 都讲人家讲 我这样稍微也好 好的 晚安 晚安 好的 再见 再见各位 再见 谢谢 讲得很好 再见 男士谢谢啊 辛苦了 男士 不客气 不客气 周密 我看见你了 周密 你好 你讲得真好 我跟你讲 人生很有缘 我跟胡桃 有一个特别的缘分 然后想说 参加男色 我想我的祖父 他是书法家 他也参加男色 刘牙齿跟他是好朋友 你尝一下那个摆字 我的祖父叫周成成德 你真的让我想说 我也很好奇我的祖父 可是我就不知道怎么样着手 然后 你跟我很多灵感 谢谢 下次再来参加 好 谢谢 多长时间了 谢谢 对 说明我们有缘分 周密 真的是太奇特了 我们真的很有缘分 对 改天我们再聊了 美军 对 对 是的 讲得太多了 太晚了 谢谢陈希 辛苦了 陈希 不客气 不客气 南希 辛苦了 大家都辛苦 谢谢陈希 对 我已经 静音啊 人家一句话也没发展 你看那些都全部取消静音 好不好 好 很好 谢谢 再见 晚安 再见 再见 今天有点遗憾 就是那个 对话 听众对话环节 我给取消了 因为时间 所以没有 没有听众提问 下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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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说吧 反正还有机会 对对对 再见啦再见啦拜拜 好再见 好谢谢 谢谢各位 我看到U3也在 看到紫英 对啊我看到紫英什么的 如宾如宾我看到你了 全如宾 人家进了一人家怎么讲话呀 天哪 没有我有放开了 他们我有放开了 我全放开了现在 他们可能没有打开 如宾我看到你了 哎呀呀呀 他们很多人不会打开 我妈也没打开 我已经全部打开了 所以他们可以说话 嗯 啊殷盈范打开了 殷益姐你也没露面 嗯 你开始露面 如宾你好 好再见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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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就已经分手了 见了面又分手了 好的好的 行 好的那我就关掉了 关掉了啊 谢谢谢谢 好谢谢 谢谢晚安 好吧 拜拜 再见 再见 嗯